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孫雲喜 今天點題是強勢股啟市 談談市場的情況,今天的市場相當反覆 高開四十多點之後,曾經一度倒跌 不過氣候又慢慢爬上來 最後全日都有過百點的升幅 升一百三十五點,收兩萬四千四百三十五點 成交過千億,一千一百一十四五億 今天做好,包括重磅股成為主要動力 其中騰訊今天升0.9%跑贏大肆 第二,匯豐也保持著有不錯的表現 也有1%有多的進漲 成為市有重要的上升動力 加上公用股又不錯的表現 傳統經濟股亦都向好 帶動的市場,今天就能夠升百多點收市 整個市場,今天市場升135點 剛才提及過主要動力是來自公用股 所以說公用股可以說是今天的強勢股 當然,以大家的估計更加強勢 包括平安好醫生,在創歷史新高 不斷剷上升,升勢相當凌厲 此外就是公用股,而高息股成為投資者追捧的對象 跑得不錯的 為什麼這些強勢股是公用股呢? 啟示是什麼呢? 其他方面可能跟接下來的數據有關 這個數據很難估計的 因為估計是差的 差得來市場如何反應呢? 就是關鍵非常難估計 好像什麼呢? 未估計呢? 就今晚開始業績期 大家都不會對業績期的表現很有期望 預計就會差的 差得來,究竟有多差呢? 市場如何反應呢? 這個從初步來說是比較難估計的 除此之外 經濟數據也是 經濟數據 接下來美國和中國都陸陸續續公佈比較重要的數據 包括美國會公佈什麼呢? 零售銷售,這個重要 以至紐約的製造業指數 都是今個星期出籠的 過去一段時間疫情已經這麼大 美國究竟會受到多大的衝擊呢? 大家都可能平息以待 都不敢大手買落 或者大手沽下去 所以在數據前傾向官網為主 或者將資金 排去防守性比較高的股份 所以公用股就成為其中重要的對象 與此同時 其實中國也有很多重要的數據 包括 接下來這個州的後段 包括GDP 第一季 估計 倒退5點幾% 按年計 除此之外 零售銷售 以至工業生產 以及固定資產投資 都在這個星期公佈天下 究竟疫情對中國的情況影響多大呢? 亦有一個端爲會出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市場人士都傾向穩陣 迫向公用股 這就是公用股上升的啓示 顯示市場人士穩陣為主 公用股另一個啓示是甚麼呢? 可能另一個啓示就顯示市場人士 可能再衝上去的空間 就未必很大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很多公用股的升下升下 已經去到 一個重要的阻力的水平 再大幅上升 好像平安老衛生一樣 爆上去穿上去 初步看 就可能難一點 首先看一下中電 中電見到了 這就是二號仔 所謂的老股民叫兩燈 其中的就是中電 升了2% 走勢比大視為強 而且穿了250天線 但問題已經升到平台區 其中 重要的浪頂是81.4 這是重要的 84-81.6 這是重要的浪頂阻力 和現在的位置 不撐太遠 換言之再衝上空間 看起來就不太多了 剛才說兩燈 另一個燈就是電能 10月 當然現在 港燈主要是26-38 就持有了 電能加上有很多業務 但傳統呢 都看二和六 26 今天升得更厲害 3%有多 只不過 升得更厲害之餘 阻力 都是很近的 再包上去 空間有多少 都是打過民土 一方面 50天線已經迫近微折 很近的 看到這條就是50天線 與此同時 下跌滅口阻力 亦都是很大 顯然 阻力應該不小了 那下跌滅口是何時做出來的呢 3月13日做出來的 介乎是甚麼位置呢 51個 版 至54個7 這間 差不多了 就來迫近下跌滅口阻力 大家留意著的情況 下跌滅口 至於香港中環門器 另一隻好受投資者 喜歡的公用股 看到了 走勢也算不錯 破了一條50天線 只不過 亦都是迫近前浪頂的阻力 就是綠色戰罪指著 相差不太遠了 15元左右的前浪頂阻力 跟現在的現價差幾毫子 換言之 再升多幾毫子 可能差不多會遇到 一個回途壓力 所以 公用股今天升得不錯 但是 你還要阻力 就近了 另一隻雖然不是公用股 但是一向都被人當 防守之損的領戰 今天都不錯 都是2%進漲 但是他亦都遇到同一個問題 在越來越近 一個前浪頂 前浪底的阻力 前浪底的阻力 很近 一、兩元之間 就會到前浪底的阻力 所以換言之 也是 升得 未必太多的關鍵 其實看看其他重磅股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騰訊是少數 就好一點 破了下降軌 這條引申出來的下降軌 破了 但是也接近 前浪頂的阻力 四百元左右 升到幾元 至於匯豐更加 已經 升到前浪底的阻力 以至下跌裂口 中入了下跌裂口 整個區都可能 隨時出現阻力 所以換言之 也是重磅股 也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呢 看看兩個重要指數 也是迫近 一些重要的 回吐位 所以 再爆升的空間 看法就越來越 少了 看到這個國際指數 就是迫近 50天線 而且 下跌裂口 已經近在止尺 所以 升了兩星 相信會遇到好友 出來 難路 在這個情況之下 估計核生指數 短線 都應該 開始會出現回途壓力 加上技術上 都會有這樣的啟示 因為 綠色線指著的 就是下跌裂口的阻力 這個阻力 之前都跟大家講過一下 大概是多少 24,600點 至25,100點 這就是大的下跌裂口 到現在 向上升了24,500點 進一步迫近之後 就出現高位的回軟 出現陀螺的形勢 換言之 顯示 在下跌裂口之前 很膽的增持 激烈 本來是淡油捱打 現在已經反攻了 換言之 在阻力位 之前 有不少回途 所以 短視 暫時 在這個情況之下 估計 用 公用股上升的啟示 就是 再上升的空位 水位 相信 不是太多 可能 可能會 很快 進入回吐區 遇到 固壓 或者 獲利回吐壓力 出現 令指數高位 可能出現整股 說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不得了 太 不得了 太